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在有关中国问题头半头条在报道伊丽哈募被叛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没收全部家产的这个说法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 你今天主政的人你愿意你不愿意 你以反腐的方式获取民意获取民心怎么样都成 而你被你触及的被你反腐掉的官员是整个原来江家帮的体系 整个原来江家帮的体系 那江家帮的体系没有任何人愿意被你任意宰割 而他能够利用的就是这个制度 用这个制度去抗争你今天反腐的作为 这是中共双方最终灭掉中共 撕裂中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方式 很多朋友还提问题了 说有朋友给我写email连写两个 说涛哥你一定会给我回答这问题 你说的我也很认同 习近平王岐山在抢时间 抢着某种时间 这个时间是什么 他为什么快马加鞭的咔咔咔就这么一个一个杀 对吧 你现在什么河南的一个什么东西也给抓了 现在丢掉一个什么 砍掉一个副省长 砍掉一个政协副主席 都无所谓 那不叫新闻了 那叫日子 那叫过日子 不叫新闻 叫过日子 就是很随便了 就是这个砍杀速度 都赶不上江家帮的体系 用这个制度的方式进行你反击 他利用这个制度 利用你今天还不想拆毁的这种背景 去反击你 去直接的抨击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因为利用这个制度去抨击你的时候 你无力以达 无力对答 因为你现在还在这个杀人的制度背景之下 这就是中共最上层力量双方相互挑战的操守做法 香港已经做得很绝对了 到了伊利哈姆这件事情 针对具体人身上做的就更绝对 极端的绝对 绝对的目的 就是让世界媒体谴责你今天中共主政的人 而这件事情又未必是你心里愿意做的 当然是我个人的认识 在这个Google Plus上 我们看到了一张照片 一张图片 图片的显示是这样 港人对中央信任的净值 跌到了97年以来的新低 从18岁到29岁的年龄群中 这是年轻人 这是香港的主体人 未来的希望 那从18岁到29岁 这些人对8964 25年前的8964 没有任何个体的感知 最大的才4岁 5岁 对不对 当他们没有对那样的屠杀 没有任何个人的感知的时候 他们今天对中共75% 无信任中央政府 85%对一国两制 毫无信心 那今天有个朋友呢 在我Facebook上贴了两个帖子 那他提到一个说法 他说习近平终于对香港发出声音 中央对于一国两制态度不变 三点试图安定香港局势 和张德江显然不同 那七个政治局常委当中 只剩下两个江派 然后他紧接贴到另外一个贴子 他说在政治局常委当中 七个就剩两个是江家帮的铁杆 一个是刘云山 他说张德江呢 是要见风使舵的 针对香港的说辞呢 逐日再改变 我们昨天有期节目说了 他说而张高丽呢 代表着习近平到纽约出席会议 表示跟习近平是一致 于震生已经向王岐山表态 似乎习近平已经控制了全局 这是他 这是这个朋友认为了 然后他提到说 看来十月的四中全会 有习近平真正的政策出炉 是不是这样 他说希望石涛兄呢 能够如何评价 他认为我在近期的节目当中 对天灭中共的见证很中肯 中共不灭 无意为公义 无意为天公地道 其实我刚才在这两期节目当中 已经讲过了 刚刚他贴这个帖子的时候 还没有发生新疆学者的事情 而新疆学者的事情 我们看到是原来政法委体系的 整体的反击 用这件事情去打击 去反抗今天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 也就换句话说 今天在逼着习近平王岐山以最快的速度 要面对中国共产党的邪恶的制度 这个制度在吃他们 这个制度在打击习近平王岐山 李克强 明确的打击 他的打击的方式 就是在整个国际社会当中 把他们完全孤立起来 因为所有的人毛头冲向习近平王岐山等代表的中央政府 那至于说 四中全会会怎么样 树立法制的标杆 那我们知道 伊利哈姆的本身 这件事情的本身 就是对法律本身的最大的嘲讽 对吧 国际特赦说 公然侮辱法律 公然侮辱司法 那你就该怎么办了 立法院 优优独播剧场——istcipt 普遍 与此同时 战中在学生的五天罢课的第一天之后 有了最新的说法 BBC报道这么说的 戴耀廷宣布 10月1号将举行战中行动 香港和平战中发起人之一戴耀廷 在其个人的脸书上 Facebook上表示 会在别人庆祝国家的大日子时 在中环摆下一场争取香港民主的盛宴 并欢迎愿意为达此目标而付出的人赴宴 那我注意到不同的媒体都注意到他这个说法了 所以被人们认为这是明确暗示 在10月1号战中就启动了 那这件事情被不同的媒体都认为这是10月1号了 所以美国之音呢也直接讲说 战中发起人说10月1号共赴争取民主的盛宴 那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应该有关战中行动的最新的消息 那与此同时在习近平建了这个香港的超级富豪团 的背景之下 超级富豪团的背景是因为是董建华组织的 对吧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习近平有自己难言之隐 可是呢整个香港的事态出现变化 与中共同一条心的人全是利益者 利益者 利益为先导的时候 他说的话不如你拉的把把 你拉的把把 他就是一个把把 他说的话呢 你不知道他是话还是把把 这就麻烦就在这儿 为什么这么说呢 法国网一篇报道这么说的 梁振英装傻认同学生罢课的诉求 而学生扬言48小时之后采取行动 香港特首梁振英 面对一万三千多名学生的首日罢课行动 表示认同他们的诉求 但他似乎并不了解学生的诉求是什么 学生的要求是 要求中央政府撤回人大 对2017年特首选举所定下的框架 要求北京道歉 否则梁振英和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就要谢罪下台 提到要求梁振英下台 习近平在会见这个董建华带领的超级富豪团时 说了一个可以这么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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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话 就是说了一个360度的话 但是没提白批书 没提人大常委的决定 提的是一国两制 提的是传统的对香港的政策的说法 我相信梁振英 那要长毛比猴都尖 他太明白遇见什么事了 这样的坚守 这样对人性的坚守 这样对一个做人的基本的道义的坚守 学生啊 你就会看到自己每一个人的内心的佛性的一面 更多人的佛性的一面被唤起 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那我一直跟大家说 香港是推倒中共的倒牌的第一张骨牌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在这样过程中 每一个人或者更多的人认知中共本身的邪恶的一面 具体的说认清中共统战当中的爱国主义的卑劣性 就是共产党崩溃的第一张牌 第一张牌倒了 后面会越倒越快 就像现在 就像我们说中共反腐似的 现在砍掉一个副省长 大家就说哎又整一个 可能在砍这过程中 朋友更多的反应就是没反应 因为砍掉副省部级高官 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 但是反腐不能成为国策 反腐也不可能成为国策 因为如果反腐成为国策的话 这个制度必须制造出腐败分子 供后来的人去砍呢 那这个制度就不是正常人的制度 对不对 反腐不是国策 整体反腐是争取时间 争取时间 反腐的过程让我们看清了 共产党制度的邪恶 抛弃他 记住这话 共产党一定用共产党自己的方式 被共产党人玩死共产党 很快的 因为2014是救赎的年代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